三月植树月各地都有植树活動 記者特地到領館處訪問 領館處副處長劉瓊蓮 台東領區管理處在三月植树月的時候 我們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針對我們一般台東縣的民眾 是正苗活動 如果民眾還有興趣想要植树植花的話 接下來在三月十九日東河鄉舉辦一場 另外三場都在大午工作站轄區 三月二十六號在正新社區 三月二十五號在大西社區 三月二十三號在領館處大午工作站門口 舉辦正苗活動 我們這總共十場 最後一場是在三月二十六號 是在大午工作站 他們也辦了一個在地在正新社區 辦了一個正苗活動 那三月十九號成功工作站 配合東河鄉公所的鄉丁節 我們在東河橋也有一場正苗的活動 喜歡花花草草的民眾可前往索取 但不要忘記節能減碳直觸就地球 東台新聞 范耀玲 杜志根在台東報導 望清一下